获得参赛资格 好战呢 是左手横卧球板 两面反敌要打法 而且呢 在战术战局上 淘汰赛当中就 已经没有资格了 来和我一起陪伴大家 评论这场比赛 希望要大于这个好帅 您觉得是更新的 延安那个组 他们全是打吸引实力 好帅是打的是清零 许心是打的 整个一个打的纸板的一些意识 好于许心 所以许心在衔接 就是后边的时候 它一定要处理好 不同的准备 是 也叫一拼到里面 好的 哎呦 漂亮 这个拉球都带有侧旋 并且这个弧线是贴网而过 再观看这场比赛 没白 刚才那场球 就是好帅 综合起来 应该说打法是稍有優实 是了八平 哎呦 哎呦 许心放高球放起来 反了 有了 好帅 打高球 好帅 打足限 再发力 还是机会 许心批命放 放起来 再高点 正短 高点 惊奇的这种好球 但是就是 有时候胜利在望 对 好球 许心这把球 打得很大 一批场 批场很危险 被对方抢拉 但是许心 反应很快 好帅呢 在反手拉球的时候 下网 因为这球比较快 而且他来不及拉手 只要是拔不出手 那么12比10 许心拿下了 他心里绝对是 很难经传的对 他们通过抽签 你们看着 是个小把戏 什么把戏 马龙这个组的话 整个形式 补合就 竞争对手来说 他们也都是 分析的 了如指掌 选手 获得巴黎盛丁赛 男主单打的比赛资格 那么资格 如果好帅 获胜的话 他们将 打出来 这个连胜 两场的这位选手 将获得资格 从速度和衔接上来说 好帅都要 强于取习一些 卫稳的时候 打落他的正确 这是他的 加快 也就是说 你收放自如 快慢 也说的特别对 但是说 打欧洲 所以这也是 承心这个打法来说 应该更像 刘伯良 马林这种选手 你说呢 在前三板的 非常好 叫一座 美得让您 吃醋的地方 震江 中国冰蜂球 巨大的支持 也是我们 拉起来 也是效果最好 最痛快 在前台那个 大比分一直落后 一直找不着 感觉的情况下 拿下来了 我们看到刚才的画面 是许新的教练 也是来自 镇江级的 世界冠军 秦志俭 秦志俭 教练 对 他那时候 所以这几球打得 很坚确 坚定 好 再测 起来 我们看 之后的第二板 第二板 其实好帅也没有 好帅呢 他可能现在 就不会像水仙 如果能够 再拿下一局 明了 是吧 你比如说 就仨人 你连一两场 一个是王选 三位选手 另外六位选手 推广跟发展运动 这个 我们也考虑到 这说也是 通过这种 竞争的形式 来能够打造运动 尤其在我们 把这个奥运 半年或一年之内 它是很难 就是要夺取 世界单打的关系 是 归根结底 到最后 决定你 最终的高度 对 现在 随着比赛的进程 这个许熙已经 所以 观众可以看 许熙就是在 衔接球上 他现在 非常 胆子非常大 敢下手 好帅进 觉得他只能 破釜沉舟 一个调动 直板的正手 然后再压回 他的反手 前提保证 就是第一板 你调动正手的话 反弹 反弹 现在打成6比4 很短 但是他还是 身高 比全面顺利的时候 你自己的插网多 你自己插网就多 没错 你把他弧线打得长 他 就是许熙在处理球的时候 不是很流畅 不是很坚定 所以说 你这也反映出许熙跟 其实 甚至打铁 但是到中局的时候 第二局 他这种主动的意识 包括现在的 激战数发挥 今天应该说 许熙的发挥 是非常好的 许熙十月流线以后 还是出现了问题 跟刚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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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许熙 拿下了这场比赛 三比零战胜了 好帅 许熙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就在第一时间 获得了巴黎四军赛 男子三打的参赛资格 哥哥 这边在这里 不许熙在什么 大小的 老老老 роз